各位观众 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两组引人入胜的数据 首先 我们将带您深入国际媒体市场 通过统计数据揭示出色的足球盛况 这些数据来自各大媒体的报道 涵盖了球队的历史战绩 球员的个人数据 以及球队之间的对比情况 这些统计数据将为您提供一个全面的了解 帮助您把握比赛的大势与趋势 然而 我们并不仅仅满足于传统的统计数据 我们的系统分析团队还深入研究了更为独特的指标和度量分析 通过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和关键要点 我们的系统生成了独特的数据指标 从而提供了更全面 更准确的比赛分析 这些指标涵盖了球队的技术水平 阵容调整 场上表现 以及未来赛事的预测 通过这些独特的度量分析 我们能够更好地洞察比赛的本质和关键因素 我们将结合国际媒体市场的统计数据和我们独特的度量分析 为您带来最全面 最深入的赛事见解 我们相信 这些数据将为您提供一个更全面 更深入的视角 让您更好地理解比赛的背后故事和战略 请继续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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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 用系统分析看看球队有出记得的意图吗 R2代表百分比需要回弹的迹象 若在0.5至1之间 推动很大 当刚巧两队都属在赤字的金钱投资上的时候 会更精彩竞争与高进球的动力 可稍微留意 感谢观看 在指标分析方面 异于辩认的技术差距存在于与速度相关的统计数据中 A队的球员可能具有更高的平均冲刺速度 更强的加速度以及更长的高速距离 他们的进攻指标 例如快速突破和成功盘带的次数 可能会更高 相比之下 B队的指标可能更注重传球准确度 控球比例和成功的合作配合 指标分析可以揭示这些速度差异 并突出每支球队的对比优势和劣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散布在图表的四个轴线上的元素 游戏的目标应至少达到二个进球 这是通过图表指标观察监控比赛的明确途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综合考虑了所有这些因素 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对预期结果进行综合评估 我们的目标是阐明度量 在理解每场体育比赛的复杂性中扮演的关键角色 为您提供更清晰的观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